只因身患绝症的老师妻子给学生卖鸡蛋补贴家用 老师就被学校开除 打发阿姨给穷学生多给一个馒头 被狗腿子安慰回群殴 我看不下去说了句公道话 延迟毕业 罚写两万字检讨 还得当着全校师生公开念 呵呵 我振臂一呼 我们把整个学校都给掀了 大四最后一学期开学前 校园群发布了一条新消息 原来的校长到年龄退休了 新来的校长是空降的 其实谁当校长对我们学生来说没什么区别 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物 我也只在入学时的迎新大会上远远见过一面 这辈子唯一的交集可能就是毕业证上的那枚校长印章了 平时吃饱睡好 考试不挂科 把学分修够 能顺利拿到毕业证才是我追求的 只是没想到 新校长就任后第一天 我就被狠狠上了一课 准确地说 是我们学校所有学生 以前那个略显潦草的食堂 在暑假期间重新装修了一遍 虽然充满了假权味 但很整洁 五花八门的档口挂着各种彩色霓虹招牌 给人一种身处夜市的感觉 师傅 一份红烧鸡块 一份尖椒炒蛋 一碗紫菜蛋花汤 二两米饭 谢谢 看了眼窗口上方的菜单 我对那个有些凶巴巴的打饭师傅说道 乘着两菜一汤的餐盘递了出来 我掏出饭卡放在刷卡机上 以扣款 八十元 提示音惊得我差点没把餐盘扔了 师傅 是不是算错了 这点东西就说我八十 我探着头问道 没长眼睛啊 上边有标价 自己不会看 打饭师傅不光长得凶 说话也凶 冲着我就是一痛吼 我抬头望向头顶的招牌 瞳孔聚焦了好几次才终于看清 菜名硬得比手机大 后面的单价比钢蹦还小 要不仔细看 根本注意不到 红烧鸡块四十 尖椒炒蛋二十 紫菜蛋花汤十块 米饭一两五块 好家伙 食堂也有饭菜刺客 我记得上学期放假前 红烧鸡块还是八块 尖椒鸡蛋五块 米饭一两一块 汤免费 过了个暑假 物价就膨胀成这样了 不要了 太贵了 把钱退我 我把餐盘推了回去 以前十五块钱一顿饭 吃饱还能吃好 现在竟然收八十 我家又不是开矿的 哪能吃得起 菜都打完了 还想退 滚一边去 别挡在这影响别人打饭 打饭师傅把勺子往台面上一敲 气势汹汹地说道 没办法 谁叫咱是个有素质的人呢 看着身后排成长龙的打饭队伍 我端着餐盘默默去找了张桌子坐下 以后再也不来这个档口打饭了 我暗暗打定主意 拿起筷子在餐盘里拨弄了两下 发现还有更大的惊喜 红烧鸡块 竟然只有六段鸡脖 剩下的全是土豆块 尖椒炒蛋 尖椒倒是正经尖椒 可我想知道炒蛋在哪里 还有紫菜蛋花汤 蛋花我是一点没看到 清澈无比的碗里 只有几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紫菜 或者说那本身就是头发 最令我无语的是米饭 陈年的经理就不说了 加上我也忍了 可那一口下去 差点没把我大牙崩掉 比绿豆还大的石子 为什么会出现在米饭里 八十块钱 就买了一份这样的饭 我平时追求佛系人生 自认与世无争 可现在我能忍 佛都忍不了 我端起餐盘去档口 准备去找老板理论 我想问问 他是怎么敢把猪食 卖到八十这种天价的 结果到了档口 发现已经来迟了 里三层外三层 全都是来维权的学生 你这抢钱呢 公保鸡丁也敢卖四十 外边餐馆也没这么贵 老板 你这是米饭还是混凝土 沙子都比大米多了 老板 我点的可乐鸡翅 为什么里面全是鸡屁股 我想问问鸡翅在哪 醋溜土豆丝里 为什么全是萝卜丝 厨子分不清 土豆和萝卜的区别吗 简直人生顶沸 我努力了好几次 也没能冲上前线 爱吃吃 不吃滚 老子不是你爹 没义务伺候你 打饭师父手里的大勺 换成了菜刀 跳到台面上吼道 嘴里还叼着根烟 嘴巴一动烟灰 就不断掉进脚下的菜盘里 他凶神恶煞的架势 一下子把学生们都震住了 都是成年人了 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没人愿意为了一顿饭 去验证那把菜刀 会不会砍下来 大家能做的 就是把餐盘丢到台面上 以示抗议 钱花了 饭没吃上 谁的心情能好 几乎每个从食堂里 走出来的学生 都是骂骂咧咧的 当天校园群直接爆了 所有的消息 都是吐槽学校食堂的 价高量少 味道不好 午饭没吃好 晚饭就换来的档口去吃 以前八块一碗的拉面 竟然卖到了二十 分量少了一半不说 用的还是挂面 连点油花都没有的汤面上 零星飘着几粒葱花 晚上对食堂的吐槽依旧继续 一连几天 食堂始终是热门话题 我周围一提起食堂 都是骂借的 妈的 以前觉得食堂是大锅饭 味道不咋地 现在食堂的饭 简直就是为牲口的饲料 都不是人吃的 请示老大从食堂回来后 直接开喷 立刻引起了我们 其他三位室友的负荷 的确 以前我觉得学校食堂的饭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 可吃了几年也逐渐习惯 而且食堂里四十多个档口 还是有那么几家味道不错的 现在吃了几天新食堂 我发现以前的食堂 简直就是天堂 老三 你们学生会就不管管这什么 事关全体学生的温饱 你们不能视而不见吧 大家扎堆过了把嘴影后 老大冲我问道 管个屁 提起这事我就一肚子气 我成绩好 人缘好 再加上弹的一首好吉他 大二就进入学生会宣传部 累死累活化了两年宣传版报 上学期升任部长 身为学生会成员 我自然要维护在校学生的切身利益 针对目前学校食堂的情况 我已经向学生会提过两次了 虽然学生会无权管理食堂 但有权要求学校后勤部门介入 第一次提议被无视 第二次提议直接被学生会主席 王小川驳回 这个平日自诩风流人物的家伙 竟然在会上骂我狗 拿耗子多管闲事 说这种事要提也该生活不来提 我一个宣传部的跟着凑什么热闹 可生活部部长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再了解了解 再调查调查 王小川这货就是个狗腿子 每天跟在学校领导屁股后边当舔狗 生活部部长屁事都没干过 我都怀疑他和王小川有奸情 其他学校的学生会都以学生利益为己任 咱们学校的学生会就一帮傀儡 老三你不算 室友们又开始吐槽学生会 喂 听说了吗 精管学院和信息学院准备联名向学校请愿了 隔壁寝室的同学推门而入 兴奋地说道 民以食为天 学生也是人 现在吃不饱吃不好吃不起 当然有情绪 这些天学校食堂已经成了矛盾高发地 基本上每到吃饭时间都能看到各个档口 有学生和老板吵架 现在又闹出联合请愿的消息 我们自然感兴趣 起因是大三有对双胞胎姐妹花 一个在精管学院 一个在信息学院 两人中午在食堂因为肉丝炒粉里没有肉丝 跟档口老板发生争吵 结果一人被扣了一碗炒粉 姐妹俩因美貌持名全校 追求者无数 女神被欺负 男性仰慕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当时就有人想给他们出气 不过姐妹俩很理智 没让矛盾激化 选择通过正规途径处理 于是两个学院联合起来 向学校请愿的计划就此展开 第二天一早 我们宿舍破天荒集体逃课 赶往学校行政楼 我以为自己来得够早了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女神在学校的影响力 行政楼下那块上千平米的空地 已经被金管和信息两个学院的学生挤满了 而且陆续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赶来 等到上午九点多的时候 行政楼下至少已经聚集了三四千学生 如果仅仅是那对双胞胎姐妹 被人扣了一脑袋炒粉 绝对不会来这么多人 主要还是食堂做得太过分 把学生都得罪了 来现场请愿的几千学生中 只有两成是来凑热闹的 其余的八成 都是想借这个机会给学校施加压力 整改食堂目前的乱想 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出发 从小到大 我还没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集会 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我和其他同学一样 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可结果证明 我们不过是群脑子一热 就自以为是的笨蛋 我们站了一上午 始终没有一个说话有分量的校领导出现 几千学生就像是叛夫归的寡妇一样 眼巴巴站在那 望眼欲穿 集会的组织者意识到 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转变思路 带着大家现场喊起了口号 学校食堂乱象频发 请校长出面解决问题 嗓子都喊哑了 也没见着校长的面 反倒是行政楼里 出来了几个无足轻重的工作人员 说校长不在 让我们回去上课 不要闹事 校长不在 那就等校长来 同学们开启了静坐模式 主要是站了一上午又喊了半天 实在是累了 最终我们也没等到校长露面 来的是保卫处的人 什么聚众闹事 寻衅滋事 非法集会 总之给我们定了一大堆罪名 然后就开始挨个登记班级姓名 说随后保卫处和学生处 将联合处理这起影响极其恶劣的事件 轻者继过处分 重者开除学籍追究刑事责任 不到三分钟 几千学生跑了个一干二净 心里有气是真的 被吓到了也是真的 谁也不敢为了给肚子出口气 堵上自己的前途和人生 针对食堂发起的第一轮反抗 就这样无疾而终 四 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我和几个室友去校外吃饭 学校的位置偏僻 远离市中心 是名副其实的郊区 自从十年前我们学校搬到这里后 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 别的不说 光是东大门外边那条两公里长的街 已经堪比市中心的步行街了 宽阔平坦的柏油路 两旁全都是整齐划一的四层小楼 上百间餐厅 网吧 台球厅 KTV 宾馆 一到天黑就霓虹闪烁 人声鼎沸 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连条路都没有 除了固定的门面外 路边还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摊位 学校里不少条件困难的学生 也会趁客余时间来这里摆摊赚一些生活费 有传言说只要在学校外边有栋楼 一年买车三年买房 我一点也不觉得夸张 毕竟一所几万人的高校 消费能力也是很恐怖的 出校门的时候 学生的数量比以往多了M倍 不用想都知道和我们一样 嫌弃食堂的饭菜是出来下馆子的 都是学生党 生活费有限 毕竟食堂的饭菜虽然差了点 可重在便宜 只要不是特别挑剔 三十块钱足够一天三顿有肉有菜 可现在不行了 在食堂吃一顿比我们下馆子 AA还贵 要不是闲路远 我早就想注销饭卡 每天在校外解决一日三餐了 而且学校禁止外卖小哥进来 这也是导致一些腿懒的学生宁愿吃食堂 也懒得往外走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最近的麻辣香锅 打算早点吃完早点回寝室睡觉 站了一上午 实在是有些累了 可一进店里 我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啊 二十多平米的店面 密密麻麻全是人 目测至少有五六十人 要说这家的味道也算不上多好 生意怎么就火爆到这个程度了 眼见排队还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果断选择换一家 结果一连去了五六家 都是一样的情况 人挨人人挤人 有些商家干脆把桌子搬到了店外 扩大九餐面积 还有些口碑不错的商家 早早就挂出了食材寿庆的牌子 校外的饭店家家爆满 火热程度空前绝后 没办法 我们实在是没耐心排队等候 只能去便利店买了几盒泡面 回寝室吃 就连平时随处可见的泡面 火腿鲁蛋三件套 我们也是跑了四家便利店才买齐的 恍惚间 我有种漠视降临的错觉 好像人人都在抢屋子 哦 回寝室的时候入过食堂 透过落地窗 看到里边就三三两两几个学生在吃饭 虽然今天集体请愿的事没能成功 但学生们用实际行动进行抗争 不是贵吗 不是少吗 不是难吃吗 那不吃可以了吧 钱在自己兜里 去校外吃喜欢的就行了 相比起聚众请愿 我觉得这种方式更靠谱 尽管不知道今天校长是真不在 还是故意躲着不见 但只要我们这些学生不去食堂吃饭 用不了几天时间 最先坐不住的就是食堂的管理者 众所周知 高校食堂本身就是外包的 一个档口一年的租金几十上百万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高校食堂几十个档口 一年的租金要多少 承包商花了这么多钱 总不能是为了做慈善 赚钱才是目的 可学生要是不去食堂吃饭 受损失最大的会是谁 学校收了租金 学生吃不吃都没关系 钱在学生手里 去哪吃那是自由 花在食堂或花在校外餐馆没区别 只有承包商掏了租金又卖不出饭菜 里外都赔 要想解决这种困境只有一个办法 降低饭菜价格 提高饭菜质量 这样才能收回学生的心 少花点钱 少跑点路 学生自然就会去食堂吃饭了 接下来的几天 学校80%以上的学生都是在校外解决吃饭问题 虽说要多走一节路还得排队 可质量和分量都比食堂要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唯一的问题就是生活费中吃饭的开销变大了 就拿我来说 家里一个月得2000 以前一个月吃饭1000足够 500买衣服 200买零食饮料 剩下的300用在各种社交上 连着下了几天管子后 我已经开始琢磨该怎么跟家里开口多要点生活费了 据可靠消息称 学校食堂已经陷入瘫痪状态 除了有免费饭卡的老师外 基本没有学生去吃饭 很多档口都关了 我觉得食堂承包商就是个脑子有坑的家伙 想挣钱没错 可不能用这种方式呀 把学生都得罪完了 没了消费群体 他靠什么挣钱 总不能逼着学生都去食堂吃高价饭菜吧 我自认为分析的挺合理 然而很快现实就给我上了一课 承包商还真能逼着我们去食堂吃饭 六 随着学生校外就餐的势头愈演愈烈 那些餐馆开始想办法扩大经营规模 不仅菜品多样化 还推出了很多优惠套餐来吸引顾客 尤其针对学生弄出来的情侣餐 兄弟餐 闺蜜餐等等 在保证味道的前提下 尽量压缩利润 薄利多校的策略确实不错 不光我们学校 就连周边几所高校的学生也被吸引了过来 生意变好了 人手就不够了 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开始招工 专门找那些贫困学生做小事工兼职 不光管饭 给的报酬也不低 我觉得这是属于良性发展 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 这天中午 我和几个同学结伴正准备去校外吃饭 刚从教学楼出来 一辆白色宝马M8风驰电车从校外冲进来 进了学校也不减速 直奔行政楼 中午在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 临桌几个读研的学长学姐聊起的八卦 吸引了我的注意 学校食堂的承包商 竟然是新任校长的小舅子 虽然这种未经考证的小道消息 通常都没什么可信度 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 自从这学期开学后 关于食堂的事就处处透着古怪 定价高分量少 学校不管 学生集体请愿 校长必不见人 除了学生以外 压根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当天晚上 寝室里又开始聊起了 已经没有了热度的食堂 老二的远房亲戚在学生处工作 据可靠消息称 承包学校食堂的 的确是新任校长的小舅子 小舅子借着校长的关系 象征性地交了笔租金 就把食堂承包了下来 以往食堂承包商都是公开招租 把档口租给其他商户 等于是花一笔钱整租 然后再分租 从中赚取租金差价 新校长的小舅子没有招租 而是独立经营起了整个食堂 每个档口都是他招来的工人 饭菜标准和定价也是他制定的 难怪食堂饭菜贵得那么离谱 原来是校长小舅子自己的生意 成本越低 定价越高 那他赚的不就越多吗 本以为校园是净土 没想到也搞靠关系发黑财这一套 等我毕业找到工作 就去举报校长 老大半开玩笑地说着 语气中满是无奈 校长是什么人 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学生的前途 食堂承包给了谁 我们不关心 也不怕得罪他 可校长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 唯一能做的 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难怪食堂的人都换了 原来是这样啊 老四反射弧比较长 后知后觉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要是这样的话 食堂估计一时半会整改步了 同志们还是做好长期下馆子的准备吧 我有些无奈地说道 原以为食堂承包商很快就会做出妥协让步 可既然连校长也参与其中 我本能地判断这件事不会轻易解决 我听我家亲戚说 这事学校可能会出手 你觉得有校长的面子 学校会向着谁 老二撇着嘴 有些沉重地说道 从愿望到现实 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漫长到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食堂一点要妥协的意思都没有 从预言到现实 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 快到只过了一晚 我们就见识到了学校的手段 七 早课 辅导员抱着一答通知 发到每个学生手里 关于本校学生校外就餐乱象整治决定 大写的标题很醒目 校外就餐 再坠上乱象两个字 内容已经不言而喻了 近期本校学生频繁在校外餐厅就餐 据学校调查走访 发现校外餐厅多为缺少武政经营 本校已发生多起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并且有多名学生在校外饮酒 引发抖殴事件 处于对学生饮食健康负责 生命安全负责的原则 学校做出如下决定 反本校学生 在校期间内一律禁止在校外就餐 禁止在校外饮酒 禁止将外带食物带进校 一经发现违反 扣操行十分 扣学分十分 期末考成绩扣三十分 讲学金 助学金一律扣除 毕业班学生一律延迟发放毕业证 情况严重者 取消毕业资格 如有酒后斗殴 致人受伤者 一律送往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未有效促使本决定实施 学校将组建安全责任委员会 简称安委会 会长由学生会主席王小川兼任 其他成员为 洋洋洒洒一整夜四纸 内容繁琐又详细 不过全文就突出了一个重点 禁止学生去校外吃饭 理由也很充分 校外餐厅卫生不合格 还外加了一条 有学生在校外酒后斗殴 说句难听点的 校外餐厅卫生和不合格 有谁比我们这些学生更清楚 过去的三年半 校外的大小饭店餐馆 我基本上都吃遍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谁食物中毒过 当然吃坏了肚子 这种情况不能算在其中 毕竟有人怕油腻 有人不能吃辣 也没听过 有谁在外边吃了口东西 就进医院的 最多也就是回寝室 吃几粒腐派酸 而且这学期 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是在校外解决吃饭问题 但凡有一个中毒的 消息早就传遍了 这份通知上的 多起食物中毒事件 从何而来 至于学生酒后打架斗殴 这是确实有 不光是在校外 在校内也不少见 学校的篮球场宿舍楼 哪天没有人打架 为什么一纸通知 就把这些事 全都平移到校外了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我只能想到这一个解释 还有那个什么 新成立的安委会 我仔细看了眼名单 领导层 只有王小川这个会长 剩下的就是一个巡逻队 全都是体育系的一帮男生 我们学校是一所理科高校 体育系本就是个 另类的存在 而且学校里最能惹事的 也大多都是该系的学生 这份名单 似乎已经预示 安委会的不简单了 八 自从得知食堂承包商 是校长的小舅子后 我就意识到 食堂的问题 恐怕不能公平处理 只是我没想到 会不公平到这个地步 哪还有什么天平的倾斜 简直就是完全倒向一边 拿成绩 学分 甚至毕业做腰鞋 逼着学生 不能去校外吃饭 食堂根本不用妥协 价格再贵一些 分量再少一些 味道再难吃一些 也没关系 只有学生妥协的份 毕竟不吃饭 是会饿死人的 我连新校长 姓慎名谁 多大年纪都不知道 可这一纸通知 让我看到了他的为人 堂堂大学校长 竟然能做出这种事 新校长一上任 不想着怎么办校 带领全校师生 更进一步 先打起了 学生钱包的主意 更何况 食堂的承包商 还是他的小舅子 我就算没有证据 也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 赌这件事 和校长脱不了干系 就这眼界 就这格局 就这人品 也配为人师长 我现在都怀疑 这校长任命 是不是有什么黑幕了 我第一次对人生 对世界产生了怀疑 妈的 这是人干的事 气愤之下 我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 脱口骂道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窃窃私欲的同学们 全都扭头看向我 身为学生会干部 我在班里也算风云人物 平日里连脏话都不说得我 突然在众目睽睽下爆粗口 给同学们造成的震惊 可想而知 嗨嗨 我知道大部分同学 可能不太理解这份通知 说实话我也有些不解 不过大家还有一学期 就要毕业了 不管是考研 还是走上社会 还是希望同学们 以大局为重 远意识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低头呢 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眨眼就会过去 开开心心地来 平平安安地走 你们的人生还很长 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 从大一起 我就是你们的辅导员 临近毕业 我没什么好送的 就送大家一句话吧 冲动是魔鬼 辅导员愣了愣神 干咳了两声 说了一番话 很隐晦 也很直接 他知道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满 因为他也不是很理解 可他不希望我们搭上前途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也是哈 还有三个月 我们就要毕业了 从此以后 还会不会再踏进这个校门 都难说 没有必要因为一时的不满 毁掉四年的辛苦 辅导员是一份工作 以后还要凭讲师 凭教授 学校的就餐规定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食堂的饭菜再贵 也不用他花钱 能对我们说出 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来 足以说明 这三年半 我们没有白处 食堂又恢复了 往日的繁荣 那辆白色的宝马 M8嚣张地停在食堂门口 一个梳着小背头 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男子站在门口 得意地看着进出的学生 花外套 紧身裤 痘痘鞋 腋下夹着的小皮包 无不显示着校长的小舅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饭菜还是原来的价格 只是感觉更难吃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学生们都是哭丧着脸进去 咬着牙出来 我花了二十块吃了碗拉面 清汤刮水 甚至尝不出盐味 吃着已经被面汤泡得稀烂的挂面条 我忽然感觉很沮丧 二十二年的人生 我头一次有一种想要改变 却无力改变的疲惫感 新规定颁布当天 学校就出事了 九 总有不服输又心存侥幸的学生 觉得学校这一纸规定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从中午开始 安委会就在校外各个餐馆巡逻 发现有人吃饭就上前盘问 要求出示学生证核对 如果确定是本校学生 便没收学生证 并带回学校等候处理 没有学生证 便要求自证身份 证明非本校学生 学校的动作不可谓不快 堪称雷霆手段闪电出击 下午还没上课 学校就公布了 针对中午在校外就餐的 73名学生的处罚决定 扣学分 扣操行分 扣成绩分 延迟毕业 不仅贴在了学校公告栏上 还发布在校园群里 力求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看到 这一拳把全校学生给打猛了 你们是没见着 今天在校外吃饭的学生 是被拧着胳膊压回来的 那正是好像犯了法一样 晚上一回寝室 老大就迫不及待 说起了今天的所见所闻 听说有几个学生不配合 当场就被打了 回来的时候满脸是血 老二也听说了不少小道消息 这是我知道 打人的命令是王小川下的 动手的是巡逻队 因为那几个学生不给他看学生证 我点点头说道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这么严格啊 那咱们以后 是不是不能去外边吃饭了 老四一如既往地反应迟钝 大人说话 小孩子别插嘴 老大没好气地白了老四一眼 寝室谈话 只要老四在场 一般都是两个频道 我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 迟早要出大事 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 老大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 是啊 要是哪天再下到禁止外出的规定 那学校就跟监狱没区别了 我点点头 一夜之间 学校就变得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学校了 放眼全国 恐怕我们学校也是独一份了 除了管理严格的军事院校外 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哪所高校干涉学生吃饭自由的 钱在学生手里 想去哪吃 想吃什么 这不应该是最基本的人权吗 怎么到了我们学校 就成了强制规定了 逼着学生吃食堂的高价饭菜 和强制消费有什么区别 室友们吐槽了一番 也无力改变什么 只能骂骂咧咧 心怀不满上床睡觉 接下来的几天 王小川领导的安委会 给全校学生展示了一下 什么叫做霸道 安委会成立之初 主要任务就是去校外各个餐馆巡逻 把赶在校外就餐的学生抓回来 正所谓杀鸡儆猴 短短三天时间 有将近两百名学生受到处罚 学校里一片风声鹤唳 没人敢外出吃饭了 王小川带领的巡逻队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接溜子 学生校外就餐的问题 得到了彻底根治 王小川身兼学生会 和安委会双会长之职 一时间风透无两 于是他开始拓展新的业务 是 学生违纪违规的事 以前都是由学生会纪律部负责处理 都是同学 抬头不见低头见 能够内部消化 基本上都会低调处理 除非是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才会上报到学生处 交由学校处理 王小川越祖带袍 夺了纪律部的职权 开始大肆整顿学校内部 而且安委会的成员 都是王小川自己挑选的 他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他一声令下 就能让体育系那帮人 把在校外就餐的学生 打到口鼻流血 足以证明他在安委会 是什么样的地位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学生会 王小川当天就得被免职 可安委会不一样 安委会背后有校长撑腰 甚至有学生私下里调侃 说安委会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伙 王小川是二当家 其他成员是打手 校长是大老板 查请这种事在大学里很正常 每周宿馆都会到各宿舍检查卫生 看看有没有违禁品 或者男女串情的现象 不过也都是点到极致 只要寝室里不是乱成了垃圾堆 明面上没有电饭锅 电磁炉这些容易引发火灾的物品 宿馆也不会多说什么 站在门口看一眼就走了 王小川打着安委会的旗号 一周查两次请 严格程度堪比机场安检 进门先戴上一副白手套 开始摸床摸桌子摸椅子摸窗台 只要发现手套上沾了灰尘 就扣分 检查完卫生 然后就翻看私人物品 什么 备入行李箱物品柜书桌抽屉 统统都要翻一遍 男生宿舍难免有个电火锅水果刀什么的 搜出来就没收加扣分 最过分的是女生宿舍 王小川带着一帮男的闯进女生宿舍 也是什么都查 内衣内裤翻得乱七八糟 就连卫生巾也不放过 还得捏捏包装 看看里边有没有藏微镜品 尤其是长相漂亮的女生 他查得更仔细 几次下来 男生恨不得打死他 女生私下里都骂他是个变态 可王小川享受其中 乐此不疲 至于在寝室抽烟喝酒 熄灯后上网打游戏 翘课溜号 甚至上课睡觉说话这种事 都成了安委会的处罚理由 轻者罚款 重者扣分 学校里怨声载道 都在骂王小川不得好死 十一 除了日常监管校园纪律 安委会还有一项重要责任 那就是维持食堂秩序 每天早中晚三顿饭就餐时间 王小川都会带着巡逻队在食堂 只要发现有学生跟档口发生矛盾 不问原因 先登记信息扣分 然后要求学生道歉 不道歉 那就继续扣 扣到愿意道歉为止 而且安委会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很是气愤 那就是禁止学生拼菜 A想吃鱼 B也想吃鱼 两人买一份鱼 既能省下一份钱 还都能吃到鱼 这就叫拼菜 毕竟食堂里五十块一份的红烧鱼 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的 这种类似AA制的做法 其实在正常不过了 可在安委会眼里就是违规的 安委会只允许学生吃毒食 不允许共享 毕竟从理论上来讲 如果可以拼菜 那全校学生只打一份菜 大家分着吃 食堂还怎么赚钱 因为这些鸡毛蒜皮不着调的事 每天都有学生和安委会发生矛盾 吵架的事随处可见 动手打起来的也不在少数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学校里打架的频率远创历史新高 据说王小川还向学校申请 给巡逻队每个人配发一只警棍 方便处理突发事件 好在保卫处的领导还有点脑子 在会上据理力争 才没能让王小川如愿 由于安委会最近在学校闹腾的 实在太厉害 几乎没有学生 没尝过安委会的铁拳 因此大家私下里亲切地 给安委会取了个别称 伪君 说安委会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欺压学生 做派比起当年的二狗子 也不成多让 至于安委会的名义领导 王小川 也洗提万号两性加奴 一边给校长当狗腿子 一边给校长小舅子当打手 可不就是两性加奴 只要他再认个干爹 就能比肩三国旅奉先了 我发誓 王小川是我这辈子认识 并且亲眼见证 被骂过的最多的人 没有之一 寝室里一过九点 就照常召开批判大会 吐槽安委会和王小川 当天干的坏事 我觉得王小川的经历 都可以出书了 还是系列版的那种 我当学生会主席的那些年 我当安委会会长的日子 我带着伪军欺压学生的往事 我给校长当舔狗 我给校长小舅子当打手 这要是拍成电视剧 绝对比乡村爱情系列更长 你们说王小川是不是有病 他跟咱们一样 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 整天上蹿下跳图什么 现在全校的学生 都让他得罪光了 他就不怕毕业到了社会上 遍地式仇家 请示细数了安委会今天的恶行后 又组团骂了王小川半个小时 老大于怒未消说着 安委会真是欺人太甚 我们苦逼学生党没好日子过 老四正常发挥 小孩子别插嘴 老大白了老四一眼 有点怒气不争的味道 听说新校长刚上任第一天 王小川就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 去拜访了 最近他又处处表现 恨不得把全校的事 都揽到自己身上 你们细品 老二高深莫测的样子 你是说 王小川是在给自己铺路 我灵机一动 脱口而出 聪明 老二冲我竖起大拇指 每年毕业季 学生的出路就那么几种 有关系的进单位 没背景的自己打工 好学的考研 还有一种 说到这 老二故意停顿了一下 留校 我和老二一口同声说道 没错 就是留校 王小川这人 要背景没背景 要家事没家事 要能力没能力 典型的三枚废柴 学生会主席的身份 也就能让他在学校里风光一下 进了社会 屁用没有 王小川是怎么当上学生会主席的 你们就算不了解 也多少听说过一些 这个人擅长钻营取巧 只要是学校领导 哪一个没被他舔过 他又不是傻子 明知道得罪人的事 为什么还奋不顾身去做 除了例以外 我想不到其他理由 老二看着一脸茫然 和一脸迷茫的老大和老四 又补充到 就算校长能做主 让他留校 可他就以为能高枕无忧了 世界是个圈 人际关系是个圈中圈 万一将来那个被他欺负过的同学 进了教育部门 或者实权机构 给他穿个小鞋 就能让他难受一辈子 我撇撇嘴 不懈地说道 说的就是啊 王小川这人有点头脑 不过都是小聪明 只能看到眼前 但凡有点格局 他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我把话撂着 王小川以后的日子 只会越来越难过 现在他有多风光 将来就有多难受 老二也很赞同我的说法 说到底 我们对王小川 都是心存不满的 但都把这份情绪 压到了心底 只寄托于报应 盼着天道好轮回 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只是没想到 最后执行天道的 竟然是我 有校长撑腰的安委会 再加上王小川的肆无忌惮 安委会一度成了 全校学生的噩梦 很难想象 一个本应充满了 青春活力的高校校园 处处都透露着一种 死期沉沉的氛围 有句谚语说过 当一只狗咬了人以后 没有被打死 那这只狗就会持续不断地咬人 因为在狗的心里 它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狼 如今的王小川 就是只自以为狼的狗 王小川守卧安委会 俨然依附学校老大的派头 只要出现在校园里 身后必定跟着巡逻队 也不知是为了撞声式奖牌场 还是担心亏心事做多了 被报复拉来当保镖 一开始欺负学生 还有个理由 后来干脆连理由都没有了 只要看不顺眼 一帮人围上去 总能找点理由出来 以前的处罚方式 也都是固定的 扣学分 或者三十五十的罚款 毕竟安委会成员都是学生 属于学生群体机构 学校肯定不会 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为了维持安委会日常开销 罚款就成了 补充经费的途径 逐渐的 也不知道是王小川 越来越膨胀了 还是越来越变态了 惩罚的方式 也开始多样化起来 十三 一位随手丢了个烟头 被罚写一万字检讨的 见过没 一位走路没注意撞到 安委会成员 被罚跑一万米的 见过没 一位没有跟堂堂学生会主席 安委会会长 王小川大人主动打招呼 被罚站在操场 大喊一百遍王会长 我错了的 见过没 一位女生没有使用 黑色塑料袋装卫生巾 就被定义为 传播不良影响 被罚站在教学楼前 双手高举卫生巾 两小时的 见过没 折腾学生的法子 五花八门 全都是安委会发明的 本来应该是为了 维护学生安全健康的安委会 却成了欺压学生 最狠的组织 以至于学生们私底下 都说安委会 就是古代的东厂西厂 里边的成员 都是一群 段子绝孙的太监 不满归不满 可在学校里 学生就是弱势群体 正如辅导员 当时对我们说的那样 考上大学是为了什么 不敢说全部 但至少99%以上的学生 都是为了前途 自保是人类的本能 又没有威胁到身家性命 有几个人敢赌上自己的前途 去抗争 确实有过 但结果毫无例外 都失败了 有学生跟安委会 大打出手 也去行政楼申诉过 处罚最亲的那个 被延迟毕业一年 还有几个被开除了学籍 这位新校长不但心黑 而且心狠 还有一些学生 想通过舆论的方式 引来压力 促使学校做出改变 问题是 在当今这个自媒体时代 每天都有无数的问题 被推出来 我们能看到的 都是爆火的 更多的却都石沉大海 激不起半点波澜 一些学生发布的短视频 或者小作文 只要浏览量超过一千 立刻就会被请去行政楼谈话 然后面临各种处罚 也有些吃了雄心豹子胆的 直接向教育部门写举报信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了 一个大学校长的能量 不是学生能理解的 我虽然也很不齿 王小川的做派 可毕竟同在学生会 表面的关系还是要维护 尽管私下里 我骂他的话 足够出一部长篇小说 但表面上我们还没有撕破过脸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让我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 是否还要再沉默下去 数学系陈老师身患绝症 因为家庭困难 承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 学校也因此发起了募捐活动 捐款现场 新校长带头将一万元现金 放进了捐款箱里 然后拿着话筒开始演讲 什么以校为家 以人为亲 什么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作为校长 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任何一个家庭成员 有难不帮 什么团结有爱 什么互帮互助 号召全体师生向生病的老师捐款 他代表老师全家谢谢大家 说的那叫一个生情并貌 声泪俱下感人之身 要不是心里清楚 这个校长上任后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没准还真的会被他这番感人之身的 虚情假意感动到痛哭流涕 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 校长演讲结束后 台下绝大多数学生都坐着没动 好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王小川 带着安委会那帮狗腿子们拼命鼓掌叫好 我都怀疑他那么卖力地拍手 会不会把自己拍成粉碎性骨折 可台下坐着一万多人 就他们那几十号人又喊又叫 反倒显得不伦不类 哗众取宠 校长也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局面 顿时尴尬不已 匆匆说了句捐款开始就黑着脸下了台 这幅拥项全都是他自找的 自己干了什么 在学生心里是什么形象 心里就没点B数嘛 本来捐款这种事传达到各班级 由辅导员收钱 然后统一汇总就行了 省时省力 可校长偏偏要搞形式化 弄了个万人募捐大会 还专门请来记者录像拍照 想着捞把政绩 结果最丢人的反而是他 十四 虽然大家都对校长不满 可捐款的事还是心甘情愿的 条件好的多捐点 条件差的少捐点 同学们排着队陆续上台 往捐款箱里塞钱 王小川结束群演身份 又化身狗腿子 带着一帮狗仔子上台监督捐款 没错 现在同学们都称呼安伟会 巡逻队围狗仔子 把钱展开 别想着拿废纸糊弄我 警告你们别拿假钱冒充了 被我发现了有你们好果子吃 那两个交头接耳说什么呢 是不是说我坏话呢 整个捐款过程 王小川一直狗叫个不停 搞得我们这些学生不像是来捐款 倒像是来给他还债一样 整个募捐大会持续了整整一天 为了不耽误食堂的生意 中途暂停了一次让学生去吃饭 校长小舅子为了表示 对这次募捐活动的支持 特意将菜价上涨了百分之二十 上大学这几年 也经历过几次募捐的事 本来以为这次捐款就是个插曲 除了祈祷陈老师早日康复外 谁也没想到还会有下文 陈老师的妻子在学校后勤工作 不在边 属于合同工 按理说丈夫生病了 妻子应该在医院照顾才对 可最近几天 每到饭点都能在食堂外的角落里见到他 推着小三轮车拉着一个大保温筒 虽然奇怪 但因为不熟悉 也没有谁询问过 要鸡蛋吗 茶叶蛋 一块一个 每当有学生经过 他都会低声问一句 以前食堂卖的白煮蛋也是一块一个 现在被校长小舅子抬到了三块 一块一个的茶叶蛋 绝对属于物美价廉了 因此有好多学生买 而且一买就是十几个几十个 我也买过几次 味道确实挺不错 有滋有味的 这天中午去食堂吃饭 我打算再买几个当菜吃 食堂的消费实在太高 这个月我已经跟家里多要了一千的生活费 可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阿姨 给我拿五个 我说着掏出手机准备付钱 干什么的 随着一声爆喝 王小川带着他的狗仔子们围了过来 正在给我捡鸡蛋的陈老师妻子 吓得一哆嗦 连忙把鸡蛋扔回桶里 就在他准备拿起盖子 把保温筒盖上的时候 被王小川抢先一步拦住了 好啊 在学校里四字经商 该当何罪 王小川看了眼 桶里所剩不多的鸡蛋 冲陈老师的妻子吼道 该当何罪 这次听到我嘴角一阵抽搐 你王小川又不是仲裁者 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我 就这一次 下次不会了 陈老师的妻子微微缩缩说道 早就接到举报 说有人在学校里倒卖鸡蛋 现在人脏病货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把人抓住 车和脏物没收 等候学校处理 王小川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下令让他的狗仔子们抓人扣货 不要啊 眼见三轮车要被推走 陈老师的妻子张开双臂 抱住保温筒叫道 食堂门口的学生不少 纷纷围了过来 我家老陈现在在医院 一天就得一千多 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 我是农村人 没什么本事 就想着买点茶叶蛋 挣几个钱给老陈治病 你们给我留条活路吧 陈老师的妻子声泪俱下哭诉道 我一下子愣住了 十五 前不久不是刚捐了款吗 全校从学生到老师 有一个算一个都捐了钱 虽然不清楚具体数额 可据我所知 最少的也捐了十块 多的还有几百上千 两万多人 至少也捐了几十万 这才过了多久 怎么陈老师的妻子 就沦落到要卖鸡蛋 给丈夫治病了 猛然间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可我不敢说 因为我没有证据 把人给我拉开 王小川似乎觉得 陈老师的妻子 在挑衅他的权威 当下 勃然大怒 抬脚就把保温筒 从三轮车上踹了下去 不锈钢的保温筒 划过一道弧线摔在地上 里边的鸡蛋也洒了一地 陈老师的妻子 爬起来手忙脚乱地 去捡鸡蛋 在他眼中 这不是普通的鸡蛋 是给他丈夫 换钱救命的鸡蛋 哈哈 看到陈老师妻子的狼狈模样 王小川和他的狗仔子们 猖狂大笑起来 姐啊 我让你捡 王小川笑够了 走过去 一脚把保温筒踢开 居高临下地 看着陈老师的妻子 够了 不要再折腾了 我压不住心头的火 静止走到 王小川面前说道 怎么 你还想抗拒执法不成 王小川一脸地不敢置信 最近这段时间 他嚣张惯了 恐怕想不到 有人竟然敢阻止他 执法 呵呵 你有执法权吗 跟我谈执法 我冷笑一声反问道 你 王小川脸色一变 顿时语色 被人当着一众围观学生的面反驳 他有点下不来台了 王小川 王主席 王会长 做人应该有点良心吧 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指着一边抹眼泪 一边往已经变形的保温筒里 捡鸡蛋的陈老师妻子 冷声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诅咒我嘛 王小川一下子就火了 你是装傻还是真忘了 陈老师是谁 你不会没印象吧 你转专业之前 就是数学系的 你的老师是陈老师 没错吧 大一你交完学费 连生活费都没有 是陈老师号账你们班 给你捐款 他自己还给你捐了一个月工资 为了让你有稳定收入 陈老师不光给你申请了助学金 还给你找了份勤工俭学的工作 怎么 现在当上会长了 就记不起以前帮助过你的人了 别人都是有恩必报 你这是恩将仇报啊 人家只不过想挣点 给陈老师治病的钱 怎么就跟刨了你家祖坟似的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当着一众围观学生的面 当着王小川本人的面 翻开了一段陈年往事 还有这么一回事 这货的人品也太次了吧 你才知道啊 我们这一届谁不知道 当初就是陈老师 号召给王小川捐款的 我记得募捐那天 王小川一直守在捐款箱旁边 好像全校就他没捐钱吧 围观的同学们 开始切切私语起来 你这是要故意跟我做对了 你想过后果吗 王小川目光阴冷地盯着我 我只是主持正义罢了 欺负人就那么爽吗 你的嗜好也太变态了 我实在看不下去 王小川所作所为 决定跟他硬刚一把 我还没追究 你购买非法物品的罪名呢 我看你是不想当 这个宣传部长了 王小川认出我后 直接出言恐吓 呵呵 王大会长好大的官威 买了个鸡蛋就要给我定罪 就算是校长也没这个权利吧 至于宣传部长 无所谓 不当吃不当穿的 你愿意撸了就撸了吧 我冷笑着反讽 所以 你铁了心要跟我做对是吗 王小川向前一步 直勾勾盯着我问道 没错 我就是看不惯你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让你这群狗仔子打我 来啊 动手啊 我挺直了腰杆 冲王小川好道 安委会打人了 学生会主席仗势欺人了 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句 紧跟着围观的学生 都跟着喊了起来 吓唬我 你行 你们都很行 咱们走着瞧 王小川环顾四周 越来越多的学生 最终还是不敢惹众怒 放了句狠话 带着他的狗仔子们离开 我看着已经推上 三轮车的陈老师妻子 连忙追了上去 有些事 我需要弄清楚 和王小川共事两年多 对他这个人 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陈老师妻子卖鸡蛋的事 我让他吃了扁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事实如我所料 王小川的报复如气而至 而且远超我的想象 十六 陈老师的妻子 已未经学校允许 私自向学生售卖物品为由 被学校解除了合同 而陈老师本人 也被学校 以纵农家属违反学校纪律 以及多年前的一次工作失误为由 开除 我以为最多就是禁止 陈老师妻子 以后在学校里卖东西 没想到直接砸了他们两口子的饭碗 不管于情还是余理 这样的处罚也太重了 重到背离了人性 和室友们分析了一番后 我也找到了问题所在 王小川扮演了一个推手的角色 毕竟这件事是他挑起来的 但最终拍板并且实施的 只能是那位高高在上的校长 究其根本 还是为了维护食堂的利益 其实陈老师妻子卖鸡蛋的行为本身并不严重 一桶鸡蛋几百个 全卖了也就几百块 不会对食堂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如果纵容了陈老师妻子的行为 那么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卖东西 到时候学生都去买便宜实惠的东西了 谁还去食堂 花园往前吃饭 还是杀鸡儆猴 把陈老师两口子双双开除 彻底断了他们在学校的生存空间 以此来警告那些也有同样心思的人 让他们明白威胁到食堂的利益 要承担多么严重的后果 想到这一层的时候 我的后背都有些发凉 真不敢相信我所处的地方 究竟是学校还是魔窟 为什么里边的人能坏成这个样子 几天后 老四的父母从老家来了 一家三口去市里吃了顿饭 结果回来的时候 被王小川拦住了 因为老四手里拎着几个饭盒 老四好心带回来给我们改善的 却成了王小川报复我的理由 304寝室从校外带食物 违反学校规定 经安委会决定 该寝室所有人 每人扣操刑是分 当晚 王小川就在群里公布了一条处罚决定 显而易见 是奔着我来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是我连累你们了 老四委屈巴巴地向我们道歉 妈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忍不了了 老大拖着椅子 就要去找王小川算账 被我和老二得拦住了 王小川现在就等着 咱们去找他呢 我得罪他了 现在去找他麻烦 正好给他借口收拾咱们 小不忍责乱大谋 没多长时间了 再忍忍 我无奈地劝着老大 虽然心知肚明王小川在找茬挑衅我 可我却无计可施 这种憋屈的感觉 让我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像个耸包 为了陈老师妻子 我选择和王小川正面硬刚 也是意识冲动 冷静下来后 我还是有些后怕的 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 我实在没有和他与死网破的魄力 只盼着能早些毕业 早点离开这个让我厌恶的地方 和厌恶的人 食堂的高价饭菜 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 吃饭有多不容易 尤其是那些条件困难的学生 已经不奢求吃好了 能吃饱都不容易 食堂里卖的最好的 就是馒头 相比起五块一两的米饭 二十一碗的拉面 还有动辄几十一份的菜 一块一个的馒头 的确算得上实惠了 条件不好的同学 为了填饱肚子 只能选择馒头 作为一日三餐 一个个看上去面黄鸡瘦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学校闹饥荒呢 即使这样 校长小舅子也发现了生财之道 开始涨价 外边一块钱两个的馒头 在他的努力下 突破了三块一个的打官 吃不起饭了 这句话成了每个从食堂 走出来的学生的口头禅 谁能想到 在这样的年代 竟然还有吃不起饭的情况 相比起 每天为了吃顿饭 叫苦连天的学生 校长小舅子 也许还有校长 赚了个盆音钵满 人的情绪就像是一个容器 容量是有限度的 存进去喜怒哀乐 就得取出来一些悲欢离合 如果只存不取 那这个容器迟早都会有被称暴的一天 人以类聚这句话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是那么绝对 就比如食堂里那些打饭和做饭的人 他们都是给校长小舅子打工的 但人品也有好坏之分 尽管大多数都像我第一天打饭遇到的那种凶神恶煞 却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 卖馒头的阿姨算一个 同学们都叫她馒头阿姨 我虽然还没困难到一日三餐都要吃馒头 但也去买过几次 印象中买馒头阿姨身材瘦小 个子不高 总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平时就守在龙梯旁 机械地重复拿馒头装馒头 输入刷卡金额的动作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阿姨 却成了整个食堂对学生 尤其是困难学生最好的人 我也是偶然间 听班里一个条件不太好的同学说的 馒头阿姨平时给学生卖馒头 都会动一些手脚 馒头三块一个 六块两个 但她会根据学生的穿着 免费多给一个两个 尤其是遇到那些特别困难的学生 还会偷偷送一点自家烟的咸菜 这学期学校变成了这样 我一度以为自己跌入了黑暗当中 可馒头阿姨 让我看到了一束光 那个同学说这话的时候 眼眶都红了 虽然没有享受过 白送馒头的温暖 但我也感受到了 馒头阿姨的善良 她打工是为了生活 可她在这样的环境中 没有选择同流合污 而是尽自己所能释放着善良 可为什么好人总是得不到好报呢 比如陈老师 比如这位即将出世的馒头阿姨 这天照常去食堂打饭 我又在门口看到了那辆宝马戏吧 校长的小舅子来了 不知为什么 我总有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前一天吃的就是馒头 我打算换换口味 吃一顿麻辣烫 31份的麻辣烫 虽然食材匮乏到令人发指 但好在味道足够刺激 因此也很受学生欢迎 因为两个档口紧挨着 我在等麻辣烫出锅的同时 也能看到馒头阿姨忙碌的身影 我看到一个同学刷了三块钱 袋子里装了三个馒头 我看到一个只买了一个馒头的同学 馒头阿姨给他装了四个 还有一小袋咸菜 我看到 我看到了馒头阿姨不经意 却又坚守地善举 感觉自己的心情也变好了不少 如果这样的人能多一些 那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美好 18 阿姨 谢谢你 每次都照顾我 那个收到了一份咸菜的女生 有些羞涩 眼神中却充满了感激地说道 哎 你们这些娃娃 不容易啊 馒头阿姨叹了口气 语气中满是无奈 也许她也想要改变吧 只是没有那个能力 我脑海中浮现出馒头阿姨叹息的脸 一时间有些走神 直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我 那个穿着花外套紧身裤痘痘鞋 打扮得流里流气的校长小舅子 走到了馒头档口前 身后跟着的 正是王小川和他的那群狗仔子们 兵哥 就是他 偷着给学生多送馒头 拿您的钱送人情 王小川像只哈巴狗一样 当着校长小舅子的面 打馒头阿姨的小报告 老东西 我给你饭吃 你砸我饭碗 老子的便宜也是你占的 校长小舅子果然嚣张跋扈 指着馒头阿姨就破口大骂起来 老板 那些娃实在可怜 饭都吃不饱 总不能饿着肚子上学吧 馒头阿姨卑躬屈膝的辩解 妈的 他们吃不饱 关老子什么事 你怎么不替他们付账 敢算计我 老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着 校长小舅子抓起一个馒头 就砸了过去 兵哥 这是不用劳烦你 我来 王小川逮住了表现的机会 直接跳进档口里 一脚把馒头阿姨踹倒在地 紧接着他的那帮狗仔子们也冲了进去 围着馒头阿姨拳打脚踢 一帮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 对一个年纪足以当他们母亲的瘦小女人动粗 他们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住手 快住手 那一瞬间 我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顾不上多想 大喊着冲过去拉开王小川 又推开那些狗仔子 把馒头阿姨护在身后 小仔子 建议勇为是吗 知道爷爷是谁吗 校长小舅子目露凶光 指着自己的脸问我 你凭什么打人 我看着他问道 就凭老子愿意 小仔子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敢管老子的事 校长小舅子掏出一根烟 王小川立马拿出火机给他点上 王大会长 食堂是禁烟区 有人抽烟你不管吗 我趁机嘲讽了王小川一句 这家伙最近总是故意找茬挑衅我 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 你他妈找死 敢惹兵哥 信不信今天让你横着出去 王小川一路袖子就要跟我动手 信 但我不怕 你再厉害 也只能在学校里作为作福 出了这个门 你敢这么嚣张吗 我今天把话撂着 你们再敢动手打人 我立刻报警 我管他是你哥还是你爹 我就不信他还能照得住你 我掏出了手机 行 你有种 给我等着 校长小舅子拦住了蠢蠢欲动的王小川 指了知我 然后转身离开 我和馒头阿姨没什么交情 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比起那帮疯狗一样的家伙 起码我还是个人 还有良知 不愧是关系户 办事就是快 我人还没离开食堂呢 处分下来了 因违反食堂秩序 故意挑衅寻衅滋事 废除本学期所有成绩 明年参加补考 毕业证延迟两年发放 罚写两万字检讨 明天全校大会上公开朗读 承认并反思自己的错误 看着群里发出的处罚决定 我冷笑一声 做出了一个犹豫了很久的决定 十九 全校大会 顾名思义就是全校师生都要参加的 校长啰里啰嗦 讲了一堆给自己歌功颂德的废话后 又提起了在食堂发生的事 态度嚣张 影响恶劣 思想存在很大问题 学习不够主动 思考不够深刻 自我放纵 意识不足 能力欠缺 约束松懈 不愧是当校长的人 嘴里的词一个接一个就往外冒 不停地往我头上扣帽子 身为校长我很痛心 没能教育好学生 这是我的责任 学校以责令该学生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 接下来 批评了我十几分钟后 校长点名让我上台读检讨 在全校师生的瞩目下 我昂首挺胸走上主席台 面无表情 结果了校长手里的话筒 校长的发言震聋发聩 比人实在惶恐 差点以为自己身处法庭 正在听法官宣读判决书呢 我清了清嗓子 对着台下众人说道 全场顿时响起一阵笑声 谁也没想到 我会在这种严肃的场合 说这种笑话 有不少在场的同学 都亲眼目睹了 昨天食堂里发生的事 真相是什么 我就不过多解释了 我觉得自己就算不是见义勇为 起码也算是打抱不平 说了几句公道话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做检讨的是我 感谢老师的栽培 同学们的信任 让我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长一职 我很惭愧 宣传了几年 也没宣传出真善美来 还有两个月我就要毕业了 以前我觉得自己就要脱离苦海了 可经历了昨天的事 我忽然有些迷茫 寒窗苦读十二年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可我究竟上了个什么大学 这学期咱们的新校长一上任 学校发生了多少变化 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管是公筹也好 私院也罢 校长让我上台做公开检讨 正好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校长 说到这里我停住 转身面向一脸阴沉的校长 校长大人 你该不会也要打人吧 我故意对着话筒大声问道 校长的脸肉眼可见变成了锅底色 你不想毕业了 校长压低声音冲我说道 啦 亲爱的同学们 校长刚才威胁我 说不让我毕业了 正好 这个鸟学校 我也不想上了 食堂的饭菜扔到大街上 狗都不吃 却逼着我们这些学生高价买 而且不买不行 安委会的职责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保证过 学生的安全健康 为什么安委会的成员 每天不是在打人 就是在欺负同学 到底是谁给他们的权利 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 校长 请问哪条校规规定 在校学生不许外出就餐的 又是哪条校规规定 这个所谓的安委会 可以随意惩罚学生 扣分 体罚 罚款 这些标准都是谁定的 数学系陈老师夫妻 为什么被开除 募捐的善款 他们为什么没有收到 这笔钱去了哪 食堂卖馒头的阿姨 同情学生吃不起饭 多给几个馒头 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要被打 校训不是不爱善语吗 爱在哪 善在哪 学生的死活 为什么没人管 校长 这个安委会 究竟是维持学习秩序的组织 还是你私人的打手团 你来我们学校 究竟是当校长 还是敛财的 我冲着校长不断发问 每个问题都直击灵魂 来人 把他给我抓下去 校长暴跳如雷 气得大叫 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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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台下的同学们纷纷站起来 高喊着声援我 二时 万人其呼的声浪震破天 校长吓得浑身直哆嗦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就能逃离这个魔窟了 可我的学弟学妹们呢 他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在这暗无天日的校园里受压迫 所以我决定了 哪怕毁掉自己的前途 也要把这黑幕捅破 杀了我一个 还有后来人 同学们 今天咱们就疯狂一把 砸了这鸟食堂 掀了这破学校 我将话筒狠狠砸在地上 转身朝食堂走去 越来越多的同学跟上来 涌进食堂 将心中压抑许久的不满发泄出来 窗户 砸碎 桌子 仙岛 柜台 推翻 招牌 扯掉 除了不伤人以外 能砸的全都砸碎 能采的全都踩扁 食堂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暴力美学 整座食堂请客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校长呼叫了好几次保卫处 可保卫处的人一看到这阵势 根本就不敢靠近 更别提安委会那帮乌合之众了 这么多人 就算一人一脚 都能将他们碾碎 善于使用权力和暴力解决问题的校长 最终无奈选择了报警 警察赶来后 喊话根本阻止不了同学们愤怒的情绪 无奈指得朝天鸣枪 有了警察在场 校长的腰杆又挺直了 指着我说一切都是我挑动的 也许他觉得只要让警察把我抓起来 所有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可他低估了学生们心中已经燃起的火苗 当警察给我戴上手铐时 学生们再一次骚动起来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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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室的老大老二老四相继站出来 拦住了要带我走的警察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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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响应 所有的人都站了出来 警察也不敢动了 力气这东西人人都有 一旦被激发出来也挺恐怖的 不知是谁戴的头 已经被砸完的食堂又被砸了一遍 就连停在食堂门口的那两辆警车也没能幸免 被人合力掀翻 起来 不愿做 大家齐声高歌 特警大队来了 防暴大队也来了 事情彻底闹大了 只是最先害怕的 不是我们这些闹事的学生 而是校长 当电视台的采访车和上级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车开过来时 校长脸色刷白 瘫坐在地上 紧接着 卫生 物价 纪检各个部门全都赶来了 这已经不是一期普通的打杂事件了 上万学生参与 光这个人数都能定性为特别重大了 我作为发起者 肯定不能置身事外 第一个被调查的就是我 我如实交代了从开学以来学校发生的变化 以及我的思想转变 对于号召同学砸毁食堂的行为我也供认不讳 做了就是做了 我敢做敢当 至于后果 我也心甘情愿接受 开除也好 判刑也罢 我都认了 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校长因为贪污善款 收受贿赂 调整人士 伙同亲属 非法牟利 违规压榨学生等多项罪名被开除公职 移交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校长小舅子因为非法经营 恶意抬高物价被处以巨额罚款 因组织恶势力团伙故意伤害他人 威胁恐吓前食堂档口承包商退租等罪名 追究刑事责任 王小川在校期间充当校长的打手 压迫伤害同学 便向收取学生保护费 被开除学籍 并追究刑事责任 我没被追究责任 但也被处罚了 毕业证延迟1月发放 并写2万字以上检讨 主题就是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作恶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捅破了天 阳光终于照了进来 大家终于能好好吃饭了 全文完 我还不想吃饭了 相备的 我还不想吃饭了